Hello 大家好 今集会分享南洋小食 沙嗲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周围都很容易找到沙嗲来吃 沙嗲通常你可以吃到的 有鸡肉 牛肉 和羊肉 今天我分享的是鸡肉的沙嗲 这里有两只鸡腿肉 一个鸡胸肉 大概是800g 我会撕走橙皮 然后切条 再切块 切成肺的时候最好就是一样的尺寸 烧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均匀 鸡肉的叶料包括大葱150g 蒜头30g 淋姜和香茅各60g 切开 然后放入搅拌鸡 还需要四种香料 它就是黄金粉 芫茜粉 小茴香大茴香各1茶匙 最后加2汤匙的油比较容易打碎 把切好的鸡肉和打碎的叶料放入玻璃容器 然后还需要60g的红糖 其实100g的鸡肉是需要用100g的糖 我的健康版就只用60g 下1茶匙的叶料 拌均匀 最好就是腌过夜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至少都要4个小时 吃沙爹的时候一定要有好吃的沙爹酱去衬托它 而它需要的材料包括有5条干辣椒 用暖水浸一下它 浸完之后如果不能吃辣的话 最好就是挖掉辣椒子 一粒大葱 凉起蒜头 少许蓝姜 和香茅 接着就放入搅拌机 搅碎它 120g 花生 把它慢慢炸 炸到你闻到香味还是啡色 然后将它捞起 打碎它 不要打得太碎 比起有点粗粒 吃起来的时候就比较有口感 用刚才炸完花生的油 放刚才搞好的材料下去炒香它 用中火慢慢炒香它 炒到辣椒和油分开为止 准备200ml的水 炒到类似这样 看到油和辣椒已经分开 准备200ml的水 倒进去 倒进去 放入刚才打碎的花生 25g 浪芒籽 放入水 浸出汁 浸完之后大概用2汤匙 1汤匙甜椒 没有的话就用生抽代替 3粒椰糖 大概40g 沙底花生酱是属于比较偏甜的酱 最后下半茶匙的盐调和一下 所以它的甜度是好看各人的喜好 喜欢甜点还是没那么甜 随大家喜欢 时不时搅拌一下 避免它黏底 煮到的椰糖全部溶掉 沙底酱就完成了 老公可以帮我起炉了 OK 10分钟给你 用来串沙底的竹圈 是需要浸2个小时 这样烧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断了 准备鸡肉的时候捱去皮 我不想狗狗都吃到鸡皮 吃起身的时候很肥膩 所以我就特意串过鸡皮 在沙底的中间 前面吃到淡淡肉 中间的鸡皮去给你软熟的口感 老婆 炭炉搞定了 这个炭炉没够好 好的炭炉不可以看到火光 炭是烧红 但是外层是白色 OK 我再继续 等老公 fix 同时我先切配菜 这个就是马拉饭团 在这里吃沙底是不可以缺少的配料 它有几个不同的叫法 我已经打在螢光网上面了 老婆 这样行不行 嗯 这样就完美了 烧沙底之前要塗一层油 我串沙底的时候 我特意选长的竹签 烧沙底翻的时候 就不用怕烧到手 烧到大概两分钟 就翻一下它 接着就擦些蜜糖水 给它烧完之后 就会很亮的了 哇 烧完了 看看 多漂亮 哇 真的很香 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南洋沙底 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南洋沙底 订阅我的频道 下次有南洋菜 就会通知你的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